35岁维亚私生活曝光 这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见过直播卖化妆品卖零食 你听过直播卖火箭吗 4月1日淘宝第一代火女王维亚 直播间卖火箭的消息火了 这可不是什么愚人节的玩笑 全球首次4000万亿台的火箭发射权谁卖 开售一分钟统统受空 连主办团队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史上第一次凭什么威亚能卖 不凭什么凭的是本事 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许多人称这是直播史上最魔幻的一页 有人卖火箭秒空引来一片赞叹 还有人出师不利手绣翻车 还记得那个一锤子震惊互联网的企业家罗永浩吗 47岁的老罗重新出山 尝试直播带货叫板李佳琪 三小时交易额超过1.1亿 成绩不错但是惨遭群嘲 没有感情像一台复读机 连产品名字都读错来搞笑的吧 老罗被炒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就他的表现而言实在是太业余了 成交量里有多少是为他的带货实力买单 多少是图个新鲜不必多说 而这一行没有超强的专业能力打底 注定长久不了 拿自己的业余去挑战别人吃饭的本事 想赢不可能 就拿这个行业来说三分天下 李佳琪一分 薇亚一分 剩下被上万主播瓜分 为什么成功的是那个薇亚和李佳琪呢 看看下面这组数据或许就能了然 普通人一分钟说250字 而薇亚一分钟最快说876字 他帮袁龙平推广水道 一分钟卖出86万斤 他直播卖房20分钟卖了814套 他帮薇兆峰推销书 6万5千册瞬间秒光 后者惊呼完全不敢相信 去年双十一 他直播销售额超27亿 成为当之无愧的带火女王 没钱没事却稳坐一节宝座 靠的就是自身的专业能力 这让我想起作家小椰子 曾写过一个月嫂的故事 世俗眼光里 月嫂算不得什么光鲜职业 又苦又累钱还少 但有人却能将此做到极致 一位月嫂四年的时间 从月入两千五 做到月入两万 他买了很多家证书 边学习边实践 还参加了不少营养培训课 通过了育婴师考试 他在每一家雇主家里 都会记下一本厚厚的笔记 写下家庭成员的饮食口味 特殊要求 不同喜好 还记录宝宝的成长历程 事无巨细 兢兢业业 他不成为金牌月嫂 还有谁配呢 专业能力 是这个时代上升最快的敲门砖 极致专业 就能拉开你和别人的差距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前两日李佳琪 薇娅一张旧照在网络刷屏 画面里背景简陋 二人衣着朴素 西地而坐 仔细一看 照片的拍摄时间是两年前 彼时 他们离如今的光环还很遥远 一个在商场柜台 买口红月薪三四千 一个刚进入主播领域 还身负欠债 旁人所见是他们的一夜成名 看不到的是十多年的积极无名 许多人把他们的成功 归咎于运气 颜值机遇 可他们忘了 这世上 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 十三腰最新一期节目里 许志远去采访魏亚 与以往任何一期节目不同 不在优雅的餐厅 不是喝茶闲谈 整个采访 许志远都在候着 只未等薇亚的空档 而且常常说到一半 就会被她的工作打断 值得下次再续 没办法 这是她工作的常态 我永远活在一个 很紧迫的环境下 如果停下来 我会很着急 她的作息表上 每天直播保底六个小时 晚上七点开播 凌晨十二点下播 结束后还要和团队饰聘 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一天睡四到五个小时 而李佳琪呢 更不必说了 那年365天 她要做389场直播 一路走来光鲜背后 不是花路 而是荆棘路 所有的一夜成名背后 都藏着几千个难熬的夜晚 既然如此辛苦 为什么这么拼 这个问题 现实已经给了答案 去年6月 英国牛津事务研究所 发布报告 机器人将取代 2000万工作岗位 2030年 也就是10年后 全球将有8亿人 可能面临失业 或许你觉得 这离自己还很遥远 那么不妨看看现在 一场疫情 让多少家庭 惨遭暴击 让多少人 因为生活压力 一筹莫展 有人借此机会 做起兼职 有人被迫 直播出售 滞销的产品 每个人都怕 被时代抛弃 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工作 因为这个时代很残酷 它随时都在改变 它不会对任何人 手下留情 有这样一个词 叫大拇指法则 在当代社会 很多领域 如果你没有成为 少数的大拇指 你就会被淘汰 你不出众 你就出局 记得去年 演员孙力 曾发过一条微博 吐槽自己的经纪人 一个凌晨 刚刚生产完的妈妈 早上9点就复工 开始跟她对工作流程 这还不是第一次 曾经婚礼刚结束 脱下婚纱 就陪孙力工作去了 拼到这个份上 至于吗 月入三千的人 会告诉你不至于 月入三万的人 从不问至不至于 因为他们深知 没有一份工作 是不辛苦的 没有一种理想生活 是唾手可得的 这是真正的职场 这也是真正的人生 35岁的威亚 卖货已经整整17年了 28岁的李佳琪 一口气是380只口红 帕皮匠在爆红之前 已经在影视圈摸爬滚打了十年 凌晨一点的北京 写字楼里灯火通明 这个世界上 没有轻松又高薪的工作 没有谁比谁活得更容易 很多自由与轻松 是虚无缥缈的 现实中的一点风吹雨打 足以让它望风而逃 不复存在 真正牢固的是努力过后 拿到手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是你生活的底气 别总说拼命很累 闲着其实更累 也别总担心自己过劳死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闲死的 不吃工作的苦 就吃生活的苦 说到底怎么活 取决于你自己 2020年 星光不问赶路人 时光不复有新人 不问结果 只管努力去做 一切才真正开始 好了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